孝权皇后比道光帝小二十六岁,十四岁入宫及赵丰全贫,十六岁进封全妃,道光四年,十八岁的全妃进封贵妃,并且生下第一个孩子,皇三女第二年,全贵妃又生下第二个孩子,皇四女。 道光七年,道光帝命宫廷画师绘制了全贵妃吉福相,并收录在雍宫示范画卷中,雍宫示范,是收录道光帝与六位后宫嘉丽吉福相的画卷。 不仅如此,道光帝还命宫廷画师绘制了一幅全贵妃母女图,画中的全贵妃头戴牡丹花和香油宝石的蓝色发卡,耳挖金簪,身着蓝底相掏鞭,并带有云间的蝙蝠袍,陪在芽芽学语,稚嫩可爱的女儿身侧。 道光十一年,二十四岁的全贵妃生皇四子一主,即后来的咸丰帝,道光帝大喜命画师绘制了玄宫春矮图,也是全贵妃的母子图。 图中的全贵妃还是头戴牡丹花和香油宝石的蓝色发卡,推测英式道光帝最喜欢的样子,身穿团龙图案的蝙蝠袍, 牵着盘山学部的黄四子一主。 道光十三年,道光帝第二任皇后同家室兰氏,二十六岁的全贵妃扭护鹿氏被禁封为黄贵妃,道光帝命宫廷画师贺氏魁绘制了洗衣秋亭图,图中描绘了刚过完五十二岁生日的道光帝与黄贵妃。 公主和阿哥在秋季里赏花、嬉戏和家欢聚的场景,黄贵妃的头上戴着秋菊和配有寿字的金发赞,身着代表身份的黄色蝙蝠袍,从上到下都透着寿意的喜庆。 道光十四年,二十七岁的黄贵妃被册立为皇后,道光二十年,三十三岁的孝权皇后崩氏。 book